雷森主廚用心來做菜 顏顏的夏日 吃的開胃又好吃的 泰式涼拌海鮮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 魚露、檸檬汁、糖、干貝、蝦子、小番茄、墨魚 紅黃甜椒、紫洋蔥、蒜頭、紅蔥頭、香菜 那首先紫洋蔥切細一點 那接下來我要切這個紅黃甜椒 把它放到這個調理鍋裡面 哇這個調理鍋裡面就有三種顏色 繽紛 那接下來我們要切這個小番茄的部分 如果有看過我們雷神節目的人都知道 小番茄其實也可以滾刀切 稍微去把它這樣子切開之後再把它滾一圈 去把它切得有點像滾刀塊的方式 切好之後一樣把它放到調理砂拉波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干貝 一樣是把它放到我們這個調理砂拉波裡面 那在墨魚的部分要記得 我們在切的時候把這個頭給拆掉 頭一切為四 硬硬的這個嘴巴的部分 稍微去把它給摘掉 好一樣喔我們把它一切為四 花枝呢燙過之後再切口感會比較脆 所以我們呢花枝通常都是把它燙過之後再切 然後把它切成薄片 接下來呢把蝦子給倒進去 我們要增加它的香味喔 因此呢我們現在把它放一些九層塔進去 稍微去把它濃捏一下 好把水分給擠乾 好一下子呢 香味很濃烈的香味就出來了 非常香一切一樣把它切碎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蝦具的部分呢 把它放進去喔 那蝦具很多人會問說 蝦具到底怎麼切 其實蝦具不用切 其實蝦具用絲的 是有這種感覺更自然 而且呢這種感覺這種不規則感會更漂亮 所以我們把這個蝦具的部分呢 給它用絲的 直接把它捏進去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調味料的部分 就是我們所謂的拌醬喔 那首先呢我們是把這個蒜頭的部分呢 放個幾顆喔 跟這個紅蔥頭一樣去把它切碎 對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開始來調這個味道喔 首先呢我們先 第一個步驟呢 一定要先把這個糖的部分呢給放進去喔 糖呢就給它放一點調味 那檸檬汁我們大概是用了半顆左右 所以把這個檸檬汁呢 要把它淋上去在這個醬汁上面 那魚露的部分呢也是把它放進去 每個魚露都用泰式的魚露 用泰式的魚露 如果你不敢吃那麼重口味的味道的話 那你可以改一下嘛 這叫日式涼拌嘛 突破盲點的雷師傅 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稍微在這個碗裡面去把它攪拌一下 攪拌到什麼程度呢 你就聽聲音 沒有聽到那個像那個什麼糖的那種 沙沙沙的那種聲音呢就OK了 就這麼簡單這樣就完成了 夏天的料理就要怎麼樣 就要很處理 好如果呢喜歡雷神主廚的頻道呢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雷神主廚下次見囉 掰掰 小條的辣椒越小越辣 所以人家說小辣椒惹不起啊 你有惹過小辣椒嗎 其實呢切辣椒不要 男生切完辣椒不要去上廁所 上一集講過了 對對對 好上一集講過了齁